西區有跑車失控撞搏,車上一對男女受輕傷 女乘客一度自稱是司機,兩個人涉嫌妨礙案司法公證被捕 受傷的男女在瑪麗醫院接受治療,之後被帶返警署調查 直直至早7點多,一輛跑車沿著桿落道西,往西區海底隧道方向行駛 在隧道入口,懷疑失控撞向石膊,左邊車頭損毀 一對男女受傷宋怨,其間一個女人向警員自稱是司機 警方調查之後,懷疑有人頂包,以接驗妨礙案司法公證 拉索分別36歲和39歲的男女